05大区不畏大浪在海上行驶 解放军各种战机在海陆大修肌肉 大陆东部战区更以重磅讯息 释出长达2分26秒的影片中 强调严正以待听令而战 被外界解读是在警告佩洛西来台 CNN透露佩洛西将在台湾过夜 消息一出北京军事再升级 除了公布8月2号到8月6号 解放军将在南海演习 8月1号下午2点到4号 也将在渤海部分海域实弹训练 前两项演习几乎等同封海 不准船只进入 如果他敢去那就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北京官方火力全开 落下狠话要大家拭目以待 之前才因为呛声被推特封号的 环石音派评论员胡锡进 又再次发文且语带感叹的表示 让他去吧 面对北京种种威胁 白宫则强调佩洛西有权出访 不过也警告世界 北京在未来几天 可能会向台湾海峡发射飞弹 派遣战机进入台湾 又或者展开大规模的海上及空中行动 白宫喊话北京不要制造紧张 不过面对佩洛西可能访台 美国第七舰队也有备而来 早在接近台湾的地方捕捉军力 目前航母雷根号和补给舰布拉希尔号 已经进入菲律宾海往巴士海下行事 美国全程监视大陆解放军一切动作 就是为了确保地位仅次于美国副总统的佩洛西 尽管美中双方军事戒备已经进入白热化 但CNN记者雷普利认为 大陆并不会真的犯台 认为北京在军事上的表现 宣传效果大于威胁 记者综合报道 好民意力会降低 然后我们说睡觉是美容效 女生睡不好 这真的是不止脾气差 皮肤也会变差 旺旺现在推出了一个新产品 叫做梦梦水 独家的配方可以启动入睡的关键 怎么买呢 来QRi Code快点购 扫一下